人气话题来看到肺炎疫情造成市面上出现了口罩抢购潮 但是高雄一家贩售口罩的公司在开工这天却出现了大批民众要退货 因为网路上疯传 这家公司贩售的抛弃式医用口罩被验出了不合格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 有问题的口罩是新营医院向业者买的绑带式口罩 细菌过滤效率低于标准 但是稽查这间公司已经没有发现这批违规的口罩 业者也紧急澄清 针对网路讯息造成商与受损 他们已经向警方报案 为了退货问题民众在柜台前大动干货 大年初六开工这天 高雄这间公司外早已挤满了 瞪着退口罩的民众 改进过的不是太保 我们医院都认可的 小姐小姐那边取钱 五万费源疫情蔓延 口罩出现抢购潮 但网路却疯传高雄这家公司 卖的一款医用口罩正在抛手扩存 因为产品被验出细菌过滤效率 低于国家标准的百分之九十五 民众恐慌出现退货潮 但业者赶紧全清 强调该批不合格口罩 与失眠贩售的完全不同 这个批号是2013年6月30号做 我们现在目前卖的口罩 是2019年7月30号跟2019年4月25号 完全不同的批号 其实被验出不合格的是 卫生单位在吸引医院抽验时发现 而该款是外科首出用 2013年制造的绑带型口罩 卫福部他们在抽验的时候 发现那一批口罩有这个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会要求他回收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到该公司机查 没有发现违规口罩 但只是网络疯传问题口罩讯息 业者认为严重影响商誉 已经向警方报案 也希望民众别再一而传而 接来一群小卷高层报道 接来一群小卷高层报道